第3座的低層F丹麗 我們進來海賢居 第3座的低層F丹麗 這個F丹麗有什麼特點呢? 其實是望正東面 可以看回地禽灣整個圓景 而且地禽灣有著名的 叫倒閉池 因為當初的賣點 整個低層F丹麗的景觀 最美的就是望倒閉池 我們今天的單位 都是望倒閉池的 因為無論房間 廳也好 都是望倒閉池的 其實間隔方面 這一間屬於低層F丹麗 最小的三房一套單位 實用面積是1031呎 有三房一陶瓷加供人房 大家先去看看廳 廳也是很闊落的 而且業主也是採用白色為主的裝修 整間屋都是非常光亮的 而且你看回樓底 因為業主安裝了 有一個叫吊線 但樓底的高度有9.1呎高 所以比普通80年代的單位 高度也會高一點 再看看出去的花園 看看花園的會所 直望倒是一個會所 裡面有室內泳池、室外泳池 為什麼這麼漂亮呢 這個倒影池 我們一到晚上 因為這個倒影池下面 就會有一些燈 開了燈的時候 整個景觀都是很漂亮 很成的 而且這個方向向東 早上也會有太陽入屋 會有太陽曬到 這間屋比較溫暖 現在是冬天 但每進去西北的樓 其實西北進去的寒熱比較重 我們進來這裡的感覺是暖很多 所以住很多香港人都會選擇 向西北或是南的樓 先看看廳 放進去廳 這個廳總共有300呎多的廳 尺寸 亦相當等於有些住的單位 小單位是一個單位這麼多 所以這個廳非常好用 進來 進去廳總共有3單位 這裡有3單位 進來這個主人房間 間隔相當寬闊和非常有趣 看看我身後這個 是一個原裝的粒白鬼 一幅大牆 預備了給你做一個綠門的大櫃 是非常之大 另外這邊有少許斜角 所以業主也多加一個櫃 中間下床 你看一下床 另外這間主人房也是 看出去也是看到倒影池 整個倒影池都看完了 今天跟大家介紹這麼多 如果有興趣的話 記得來找我 因為我是地球灣專家 謝謝